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从前,有位老人家住在很远的地方 人人都叫他做塞翁 塞翁性格乐观 为人处世的方法与众不同 有一日,塞翁家里的老马不知为什么 放牧当时当失怒,不见了 过了很多日 他们都是找不回一只马 鄰居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都觉得很可惜 一起去到塞翁家里安慰他 不过,塞翁觉得没什么所谓 不见了只马,没什么大不了 他反而安慰大家 我不见了只马,当然是一件坏事 但说不定会带来好结果呢? 鄰居听到塞翁的说话都觉得好笑 一只马不见了 一只马不见了 明明是一件坏事 但是塞翁就觉得是一件好事 很明显是安慰自己 所以大家都没有把塞翁的说话当真 过了几个月 那只荡失怒的老马竟然跑回来 还带了另一只马 于是鄰居又一起来向塞翁道贺 还赞他 不见马那时好有远见 不过,今次塞翁反而好忧心 哎,我无故多了只马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说不定他会带来坏结果呢? 鄰居听到塞翁的说话都觉得奇怪 多了只马可以是什么坏事呢? 塞翁家里无故多了只马 他个儿子非常开心 于是整日骑着一只马周围走 终于有一天 个儿子得以忘形 竟然在马背上面跌了下来 还跌伤了一只脚 遲遲行不到路 善良的邻居知道之后 即刻过来塞翁家里为问 不过,塞翁都是说同一句说话 我个儿子跌断脚 当然是一件坏事 但之后,说不定会带来好结果呢? 鄰居听到塞翁的说话 都觉得他乱的说话 大家都不明白 他个儿子跌断了一只脚 怎会是好事呢? 又过了一年 敌军入侵塞翁的国家 国家要所有新强力壮的青年去打仗 结果,十个士兵有九个阵亡 而塞翁的儿子因为行不到路 不用去打仗 两父子自逃过这场生离死别的灾难 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千几二千年 为的是要告诉我们 人世间的好事和坏事不是绝对的 有些时候,坏事会带来好的结果 而好事都会带来坏的结果 凡事要看两面 不要只着眼于一时的得失